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迷路阵线 那么这个水祸诸炉球王 梅独双螺旋 他的这个事件呢 现在呢 火速的这个发酵当中 那么即使他现在能已经回到了迈阿密 回到了美国 这个事情呢 也没有就此而收场 那么 现在呢他回到美国去 他呢也更新了他的社交账号 只字不提在香港 在日本 这次面临的这个风波 那么 态度呢 非常的傲慢 非常糟糕 因为别人本来就是这个刻意而为之嘛 那么 他呢彻底的失去了中国市场 以后呢 在中国他也是成为了一个 这个臭名昭著 像过街老鼠般 人人喊打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啊 那么他想进入政治圈 啊 那么我预祝他进入政治政治圈 啊 能够获得啊 将来的阿根廷总统的这个大选 的宝座 啊 那么现在呢 现在呢 有两件事情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就是中国有一家企业啊 叫 吉兔快递啊 他呢 投铁啊 要挑战 这个中国社会公民 对这件事情的浓人度 啊 挑衅 网友 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阿根廷人说呢 中国人不配看 梅西的球赛啊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阿根廷 现在的经济数据啊 呃 首先第一个 因梅西事件相关回应被勒搜 吉兔官方细称气冒充啊 官号者发布啊 其实放他个驴儿屁啊 这个 一出事 就说是冒充你的官方客服了啊 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啊 今日呢 吉兔快递登上微博勒搜 原因是抖音昵称为 吉兔快递的账号 针对网友要求 换掉代言人梅西的留言 回应称 吉兔不缺资源 那么对此 吉兔快递的抖音官方账号 兔兔快递员陈静表示 信息发布者并非企业官方账号 不代表公司立场 公司会继续努力 致力于维护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么这个 经的搜索 吉兔快递的账户IP地址 在江苏 为个人账号 目前已修改用户名称 目前吉兔正在对冒充账号者 和造谣者进行报警处理 所以梅西二月七日 在东京的表演赛事上登场踢球 让梅西在中国香港的登场门事件 持续发酵 事件也渐渐影响到了 梅西赞助商们 特别是 才签约不久的赤水和酒 目前梅西的各大赞助商们 对于这一事件都保持暂时沉默 你们那也保持 别说保持什么暂时沉默了 你保持暂时沉默是无济于事的 想了等到互联网的热潮散去 我跟各位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像你什么猛牛 吃水喝酒 你继续再找梅西代言的话 大家就是会抵制的 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它不是一个体育的问题 不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政治问题面前 必须都得要严肃的 那么你们自己企业 就是说你们不找他代言 那么至于你们跟他之间的违约金 应该怎么弄 这是你们这件事情 当然我相信你们的法务 也不是吃醋的 这么大的企业 梅西个人跟企业对抗 他肯定是干不过企业的 或者罗伯拉他去打官司 他也得花不少的钞票 那他深陷官司 那么香港这边的主办方 已经退款50%了 亏了个底朝天 倒赔进去4700万 那么现在呢 把赔付的 这个球迷的钱 先给赔付了 那么再慢慢向这个梅西 他们这个迈阿密国际这个球队 进行这个追责 反正这个球队呢 他都会面临很多的司法官司 梅西个人也会因为这个事情 也会被牵连 那么这个叫G2快递呢 他呢 这个主要是呢 做这个 这个等于说是这个 布布高这个系统的 这个等于说是 当这个OPPO手机嘛 不是你要发货嘛 那OPPO呢 他自己也要找一家 或者发展一家自己的 像京东物流快递一样 就是我买京东东西 由我自己的物流公司做 对吧 我这个阿里的东西 它是有淘宝的东西 它是由这个菜鸟 来送的 那么你OPPO手机呢 也要有自己的一个会计商 那么等于说是这个G2 会计就这么发展起来了 那么又是作为 为什么叫G2呢 就是要作为这个 后来又是跟 拼多多的老板王真 也搭上线了 那么这个 拼多多的这个业务 这些会计 主要就是也是由这个G2 来送的 那么 这个有网友呢 因为梅西这个事件呢 肯定要去这个 问这个G2 你们怎么回事 那么G2呢 他的客服就回答了 不去你这一个资源 不去你这一个人 反正就是很牛逼 大家就说句实在话 这个客服呢 百分之百 他就是G2公司的客服 只不过呢 他们懂得 建立一些个人账号 然后呢 就是没有说用这个 直接用企业的这种账号 用个人账号 但是你这种 很多时候呢 大家说很多企业 他的客服是外包的 节约这个能力资本 客服可能是外包的 你只要你在家里就好了 对吧 在家里你也可以干客服 这个东西都OK的 就不是什么难事情 我相信很多企业 也会这么做 那么出了事情 我就说这个是个人的 这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 但是这个人 他确实是你们企业的 对吧 你说跟他做切割 那也是不现实的 即使你现在做签割 做补救 网友已经被你激怒了 很多买拼头多的 用G2送的 都拒签拒收 哪里买的 退回哪里去 主要是这个G2的 我们就不用 已经被网友给抵制了 他马上 他这个老板就出来 就下了 就跪地求饶了 所以老板就说 在绝对值面前 不要去挑战 公众底线 现在你不要跟 主流价值观去对抗 你跟主流价值观去对抗 跟主流民意去对抗 你他妈会死得很惨的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资本家 你就可以很牛逼 中国不是像西方这种国家 和资本家 搞得好像很牛逼一样的 所有的一些法律 是为了资本家赚的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 如此敌对中国的一个原因 共产主义讲的是公有制 所以在中国 它没有什么阶级 大家都是无产阶级 你像要建立什么资本家 所以用资本家去欺负 这个个人老百姓 那大家就底气给你抵制 尤其没读双楼权这个事情当中 大家是统一阵线的 没有谁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 打马会 所以你这家企业 你他妈叫其极兔 是不是要跟这梅西一起去为他陪葬 当他妈去殉葬去了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 脑子他妈练练清楚 不要他妈的跳 不要跳 还有一些跟梅西有广告的一些企业 赶紧就给他删掉 赶紧就给他拜拜 慢慢就去搞他 代替中国人去搞他 这个梅西反正在中国是属于臭大街了 没有人才会喜欢他的 很多区别都把球衣都给烧了都给剪掉了 对吧 这么一个点球王 水货没读双螺旋 他的这些斑斑劣迹 他这个个人性取向 基本上都是很令人不舒服的 所以这么一个东西 你们是熬了十年二十年的夜 都是什么叫错爱一生 真的叫错爱一生 所以老明就说过 你这些企业敢在公众跟公众对抗 那抵制到你满地着牙 不要来挑战大众的底线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事情 这个节目呢 现在已经跪地求牢了 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更让我觉得搞笑 阿根廷足球名号称 中国那些人不配看梅西 梅西直软持续延烧 针对中国政府封杀梅西 甚至取杀根廷男足有意在的报复举动 在社区媒体X拥有 逾31万粉丝的 这个叫做 All About A-R-G-E-N-T-I-N-A 隔空声援这位全球王 他们不配看梅西 引发各级乐意 那么 这个 他是这样子讲的 他说 效力于美国足球大力 联盟迈阿密国际的梅西 本月4日赴香港进行 祭前友谊赛 但这位阿根廷能弃 球形并未上场踢球 这个 众所作出的原因嘛 那么 有这场 这么一场风波 那么 阿根廷足球致名账号 你为梅西敏不平 感谢上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不配看梅西 如果他们不明白梅西 因为伤势无法参加比赛 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那些成年人不去指责 贝克汉姆 和迈阿密国际 沟通不顺 反而怪罪 受伤的梅西 去你妈个逼的 什么阿根廷 好你妈逼好 你就算真的受伤了 你他妈嘴没受伤吗 脸没受伤吗 真受伤了 你他妈的 好好的 好好的给中国人道个歉 骂个逼的 这个帮亲不帮理 去你妈个逼的 什么阿根廷足球账号 怪你妈逼 因为31万粉丝 又怎么样呢 这些什么法广 包括什么台湾的这种 动不动就喜欢讲 这个人有多多少粉丝 有多多少粉丝 你妈逼 你有太多的粉丝 在中国人面前 你他妈就是不堪一击的 你知道吧 不要把中国人 妈逼惹火了 梅西的那个硬死账号 已经被中国给灌水灌了 他已经他妈逼的 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能弄什么超级碗 傻逼一个 想淡化这个事情 他淡化不了的 有的人会每天都过去 给他留言 对吧 然后呢 骂他的 大家要知道 你给梅西留言 不要说别的东西 直接就说德保罗 就骂德 德保罗 他他妈就会锁你喉 他就会 他就会崩掉 给他发私信 说他妈德 德保罗 这个呢 他就 懂了 所以我们要 打蛇 要打七寸 他本来就是叫蛇 硬形的蛇 那么阿根廷的这种 帮亲不帮理的这种 他妈逼 傻逼账号呢 像这种 他妈阿根廷人 还支持什么米莱 那个米莱之前 还做了一个节目 说 那记者就问他 你会跟中国合作吗 你会跟共产党合作吗 其实就是说实话 天天西洋的剧本 他说 我不会跟共产党合作的 中国已经不是我们战略伙伴 怎么 怎么样 老了呢 不得了 物价已成脱缰野马 阿根廷冲荡率 飙升至211% 米莱再度誓言 关闭央行 这个实际上是1月12日了 就是1月中旬了 阿根廷新典总统米莱 陆续开始放松前一届政府 实施的货币和价格管制措施 阿根廷通账率 在223年的最后一个月 如初将野马般 飙升至于30年来最高水平 阿根廷政府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12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飙升至211.4% 当月环比涨费高达25.5% 这也使得阿根廷超越5年 成为了拉丁美洲物价失控 程度最严重的国家 不过 当月环比数据的涨幅要略定于市场早期的预期 业内调查层一度预计 飙升将超过30% 但是呢 也是极度的这个恐怖了 也就是说 他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所谓修科疗法 要关闭阿根廷央行 关闭阿根廷央行干什么 让美元来接管 笑死我了 我操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他老百姓都买不起东西了 物价这么高 你们去喜欢足球 你们足球踢得再好有怎么样呢 你们被英国人安在地上打 安在地上摩擦 屁的他妈的比不敢放一个 你们去好好踢足球 使劲地去踢你们足球 反正这个世界上面 那些足球踢得好的国家 现在那妈都是一坨屎的 法国是不是一坨屎 一坨屎 德国是不是一坨屎 现在他妈比债务高达多少 现在国家的这个欧乌战争打了它怎么样 意大利是不是一坨屎 英国现在是不是一坨屎 对吧 巴西的情况也不行 阿根廷 南欧的那些国家 什么西班牙葡萄牙 笨猪五国 对吧 你足球踢得好 不代表什么 现在在国际 有一种共识 西方他有意做这种共识 就是说 这个国家怎么样都无所谓 只要足球踢得好 就是一个强国 足球踢得好 所有体育都是最强的 足球踢得好 这个国家也是很牛逼的 是这个意思吧 就好像说 体育是第一大强国 那你阿根廷 现在连他妈的东西都买不起 饭都吃不上了 你 还有力气踢足球吗 别他妈当时饿死在赛场 傻逼一帮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